哈囉大家好 每一年到個五月份的時候呢 我們都會以母親節還有這位小姐的生日 來當成出門聚餐的理由 對 但今天因為疫情的關係啊 那所以我們就是要朝向宅 在家也可以過著很肥的樂趣方向努力 那剛好因為這位小姐還有母親都很喜歡喝咖啡 所以我們決定要來跟風一下 前陣子非常流行的DIY料 那就是400次咖啡 還有其他口味唷 我們現在看到要準備的材料有這一些 材料有幾種咖啡粉、砂糖、溫開水、牛奶、冰塊、電子秤 還有打蛋器 首先來感謝朋友借我的電動攪拌棒 既然我們都要做了 我就覺得我們應該要讓大家看看 電打風與手打風會有什麼樣的差別 所以是誰電打誰手打 那我覺得就是是時候展現一下我二頭 我肌肉能力讓我甩起來看看 好那就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400次咖啡怎麼做 首先是基隆咖啡粉、白砂糖 還有溫開水1比1比1 放入容器當中攪拌均勻 再使用攪拌棒或打蛋器 來攪拌到接近像是奶泡的程度 最後在容器當中先倒入牛奶還有冰塊 再把這個咖啡奶泡蓋上去 就成功了 好我們第一次兩個人分開打 呈現一個神秘的失敗結果 所以我們再觀察一下其他人怎麼做的話呢 我覺得應該是用個時刻來試試看 好歷經第一次的失敗經驗之後呢 我們發奮土牆做第二次 然後這次主要由A來打 我覺得打得還挺夠的 你覺得怎麼樣 不支持狀態很好 你看它現在還沒有掉下來 狀態其實好無比 好的 所以我們這次呢 就要來慎重加入我們的牛奶 然後再加入我們的奶泡 好嗎到囉 我到囉 我到囉 漂亮 好看好看好看 雖然我們做出來可能沒有往上搭那麼美啦 但是我覺得喝起來跟味道差不多吧 哈哈哈哈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試喝一下我們做出來的400次咖啡成品 哇 好濃 很香 對不喝咖啡的人來講你覺得怎麼樣呢 我覺得算是一個很新鮮的嘗試 那有嘗試過我覺得很好 第二回合我們所要來做的呢 就是抹茶口味 那我們所使用的材料有這一些 抹茶粉 砂糖 鮮奶油 奶油 冰塊 電子秤還有打蛋器 基本上呢 材料是和400次咖啡差不多的 有替換的就是抹茶粉 還有鮮奶油的部分 好我們先把鮮奶油倒進來 好那我們這個鮮奶油的話 網路上有人做的法是先把鮮奶油打到半濃稠的狀態 所以現在開始打發 烹飽 有那個奶油味 有聞到了嗎 有 其實我不愛奶油 你有愛那種蛋糕上的鮮奶油的味道 我都會把它刮掉 我也是 小時候會吃欸 但是不知道到什麼時候開始突然覺得吃好多 喔 甜蜜 哇 現在其實它有點超級濃稠 來加入砂糖 我們完成了 來試喝看看 叮叮 我看不到流淚 因為我吐得很滿 如何 你要等我喝完再一起醬嗎 你覺得怎麼樣 好喝 可是好不一樣 其實我還蠻常吃一些抹茶啊 什麼什麼什麼的東西 喝的也有啊 或是抹茶的蛋糕啊 還有冰淇淋啊 我很喜歡抹茶和冰淇淋 我覺得抹茶跟冰淇淋的滋味就是 剛好不會太甜 所以你有得喝抹茶 不吃嗎 因為我個人不喜歡吃紅豆 所以有時候那種什麼魚汁精實冰淇淋啊 那種我就不會去吃 超愛的 如果它單純是抹茶 這就是我們的差距 大人跟小孩口味差距 那看到這個奶蓋我就會想到 在那個飲料店會出現的那種奶蓋飲料 其實在之前呢 就有開始流行這種 就是上面有鹹奶蓋的飲料 以為我們結束了嗎 我們現在來挑戰剛才提到的奶蓋 奶蓋茶飲料準備的材料有 火茶、鮮奶油、鮮奶、砂糖、鹽、冰塊、電子測 還有打蛋器 首先加入鮮奶油的部分 一克的鹽 糖 5克糖 太誇張了 其實我在想說 等年會不會跳不起來就是 熟冷的聚不聚 那種太嚴重了 因為其實錄完這個隔天我需要練舞的 我覺得雖然近期也喝了蠻多就是 好喝的奶蓋飲料 不過我覺得印象最深刻還是那時候 奶蓋剛開始期待的時候 第一次喝奶蓋覺得比較新奇的是 它味道是鹹鹹的 對 當初我其實一開始還不太敢點 我想的話就是什麼 一個衝擊的那個口味這樣子 結果沒想到喝起來還意外的好喝 對啊 然後我還都覺得說 那店家的那個奶蓋家的不夠 不夠鹹 而且還要點特大杯 它是有那個一般杯子跟比較胖的杯子 對 量到這麼這麼這麼近 喝起來比較爽快 我覺得這差不多 這跟市面上說的那種濃稠度 感覺起來是差不多的 哇 露出來的 全部都露出來的 哈哈哈哈 我們今天攝取到足夠的熱量 糖分以及咖啡因 好可怕 好可怕 怎麼樣呢 狂喝一把看起來是挺好的嗎 這奶蓋非常有市售飲料的那種奶蓋味 好可怕 真的有鹹耶 沒有想到我們400次咖啡 400次抹茶 還有這種傳統飲料店奶蓋 三個比下來呢 最成功的竟然是奶蓋 好 你覺得今天我們做的這三杯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自己做的飲料呢是別有一番風味 對 但我覺得那個風味可能是我們手打時候的汗味 那應該三杯飲料都要有手打的汗味才是 我覺得我手打的這個扣打呢 就在這一集用完了 那大家有機會的話 當然就是自己去試試看這個製作飲料的樂趣吧 哇 今天我看有狗感了耶 拜託我打的都在狗啦 不好意思 跟你有什麼關係 你還要繼續打嗎 我會喝步 如果我喝步呢 防疫期間減少出門 所以大家可以在家裡面試試看 動手做飲料 那那些食譜的網址呢 我也會放在下面的連結 如果可以的話 也歡迎和我們分享看看您做的成果 當然訂閱按鈕跟分享 我們的頻道還有開啟那顆香鈴鐺 好 大家下見 拜拜